最近南西市公安局云山派出所 就接到了金华市反诈中心的指令 说某公司财务正遭遇电信诈骗 民警迅速出警 民警赶到涉事的这家公司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财务人员陈某 当时他已经被一个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人 拉进了一个QQ群 所谓的公司老板和老板娘也在这个群里 他们这两个人在这里聊天 某种演示 在他们这两个人聊天 当时陈某对这个老板娘的身份 一点都没有怀疑 按照他的指示 一步步操作 就这样 群里的老板老板娘和银行工作人员一唱一鹤 陈某就信以为真了 渐渐落入了三个骗子设下的圈套 让财务人员通过电话和老板进行核实 通过核实之后 老板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我们迅速的让财务人员停止查询 并阻止其进行汇款 我们成功的阻止了28万元的经济损失 幸亏民警及时赶到劝阻 陈某才停止了转账 公司没有遭受经济损失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